27号除了是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之外 2021花莲短片创作奖 也在花莲文创园区举办了颁奖典礼 公布得奖名单 15件入围的作品角逐11项的奖项 最佳纪录片奖由果山获得 在第7年黄世文指导的江仔 获得了最佳剧情片 导演和摄影演员4项大奖 成为了今年最大的赢家 为培育在地影视人才 鼓励社会大众针对具有花莲元素的故事 进行影音创作 2021花莲短片创作奖 日前祭出百万奖金 争选15分钟影音创作短片 以出口为创作主题 呈现多元的花莲 上月初揭晓数件入围作品 角逐11项奖项 入围作品故事多元 有探讨原住民新移民海洋保育等议题 那今年的短片大家的创作 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是 我们不再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待事情 而是大家平常生活在花莲里头 在花莲找到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事情 那而且今年的影片非常的多元 而且大家都非常愿意用自己的花 在影片中要大 那花莲持续地做这样子的 鼓励创作的一个竞赛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未来在某一届的金马奖上面 可以看到大家的身体 那我坚信这件事情是可以的 花莲短片创作奖邀请八位影视专业评审 分两阶段进行评选 包含评审团主席阿洛卡丽婷·巴奇拉 前台北电影节总监神可上 国家电影集市听文化中心执行长王君祺 导演林丽书导演陈杰瑶等 进行多次的作品讨论 我觉得影视的培力是非常需要长时间 但是这个根源绝对是 可以在这次的评选看得出来 因为这两年基本上是疫情的两年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居家自检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不知道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是在这个短片的评审的过程当中 我看见了更多在花莲很有生命力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多 我觉得很多的感触 最后由黄世敏江仔获得最佳剧情片 同时后班最佳导演 最佳摄影和最佳演员 四项奖项的肯定 最佳纪录片以及最佳剪辑得奖作品 则是果山 能够在花莲被看见 真的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们给我很多养分 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在台北长大 我不会拍成江仔这个样子 然后在导演上 这也是我第一次当导演 江仔是我三年前的作品 然后因为我跑横班中间还去当兵 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支导演作品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回花莲拍 但除了我自己对这里的关系之外 这个故事也就是在这里的 我特别的工作 我讲的是生命 生命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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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种似乎的作品 女生 基本上是一个故事 男生和女生 你懂什么意思吗 和外面的关系之外 你懂的 这种似乎的故事 谢谢你 我希望我得到 我认为我最重要的东西是 要保护 而且我的工作也要保护 所以我非常幸运 这种东西 非常重要的 黃曹琳 莫濃濃阿娃勒 曾智源 武塞 分別獲得評審團特別獎 各獲10萬元獎金 為鼓勵學生參賽特別設立的最佳潛力新秀獎 由黃玲瑩 西班金納奪得 最佳編劇 最佳視覺設計 由凌晨影視 製作有限公司 透明的孩子獲得 最佳聲音設計由劉定謙 走走雨停拿下 接著講幫眼黃女士報導